啊 悲劇發生 這一集的開頭要跟大家節哀 就是 傅傑龍因為掉進泳池裡面 溺死了 他的骨還在那 傅傅傑龍掉進泳池溺死了 我給你們看死亡訊息 傅傑龍溺死了 What the fuck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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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啊 太太弱了吧 為什麼 水池才兩格 神欸 他就死了 我們懷念他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麼 這麼蠢的問題 兩格水的龍會淹死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歡迎來到末世生存 這是我最不能最不能最傻眼的 傅傑龍怎麼會淹死 那不是兩格 兩格的那個 高度的水穴而已嗎 What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的龍死掉之後 他會給你什麼 總之 就是基本上會給你這些啦 就是他的那個骨頭 那他的骨頭呢 有一些呢可以拿來做一些 呃 武器 或者是 你可以再去分析 變成骨粉 對 也有機會把複吉龍的DNA 找回來 或者是 如果是其他部位的話 好像可以做 裝甲 對 他可以做骨製的裝甲 也就是穿在身上的 然後還有褲子啊 還有鞋子啊這些 包括他的脊椎骨 他的脊椎骨要幹嘛 一個 每一條成功的龍背後 都有一條脊椎骨 我們把他的骨頭 先留在裡面好了 太白癡了吧 我怎麼會淹死啊 我一個 不是 我已經不知道要講什麼了 太笨了 其實有一個機器 我很想要做做看 他叫做餵食機 他能夠幫你自動的餵龍 但 我不確定 能不能餵豬欸 我想要餵豬 我先試試看能不能餵豬 好不好 我們先做這台機器出來 我要很悲劇的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暴龍 跑出去了 暴龍 跑出去了 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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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嚕 你成年了 我的天啊 啊啊 怎麼辦 暴龍 好像 擋不住 痾牆壁的 拘束耶 可是這樣子的話 哦天啊我的裝備還沒有穿上去 先把東西穿上去 因為我剛剛死掉了 因為那個遊戲的時間又沒有對上 就是這樣子 暴龍 記得我嗎 你不要亂跑好不好 我本來想要做 我本來想要做餵食器的 可是 我現在很怕它去撞我的建築物 因為它爆掉了 啊 啊 哦 哦 我覺得這隻 這隻龍比 哦 完了 我覺得完蛋了 它不好 哦 謝謝我先等了 我覺得不太妙耶 完了 晚龍在外面 晚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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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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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我 哦 好 你待機 你不要亂動 走開啦 砍了什麼 啊 哦 我控制不了 暴龍 我 誰 怎樣啦 走開 還有鬼 我的血量已經夠低了 防夷已經夠慘的了 還有鬼來打我 你下去 我求你下去 走開啦 啊 啊 完了完了完了 deepest 對不起 對不起 Foods 我釋放了什麼 我釋放了什麼 我現在怎麼辦 我覺得他不喜歡我了 因為我剛剛不想要揮到他 都是怪怪的 他他上面是雖然說是不就是不會攻擊 可是他這樣子移動我很困擾 他會 一直 怎麼辦 你怎麼辦 我控制不了你 但是如果有他在的話 挖礦其實應該會變得蠻輕鬆的 我們先繼續完成我們的任務好了 小插曲耶 真的是不小吧 超大的插曲啊 為什麼會 為什麼暴龍會 覺醒 這抓怪是誰養的齁 好 好強的破壞力 好做出來了一個 餵食器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餵食器的使用方式 那我先放裡面 那 隨便一個位置好了 這邊因為我 我還不會用這個機器 這邊是零 然後這邊是low 然後旁邊這個是什麼鬼 我先實驗一下好了 如果我保護 我放放放放放放放 完全不會用耶 喔我懂了這台機器其實 並沒有想的這麼簡單 因為他裡面 為什麼會有 唉 你不要亂跑啦 進來 小麥沒有 這台機器不能拿來這樣直接餵豬 它 它是 它們是那種叫什麼 能夠餵的東西是 肉食性 那也可以放 草食性 也就是 需要放一些 古代的草 讓它在裡面幫忙餵食 不然的話其實 它裡面不能放胡蘿蔔 對 這是我剛剛研究出來的結果 好吧 那我們就先把機器收著吧 這個 這個是後來才發現的 不好意思啊各位 還以為可以用到更好的 那我想要敷 鸚鵡螺在哪裡啊奇怪 這邊 鸚鵡螺的卵 那我想要先把鸚鵡螺的卵 放在 我們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五齒龍的旁邊好了 因為 現在這個泳池算是比較安全的 如果在外面蓋大泳池 我現在真的是完全一個不敢在外面蓋東西 因為暴龍在外面亂鑽 它每鑽過的地方都會 都會形成一個非常巨大的破壞 所以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不知道該拿暴龍怎麼辦 頂頂 只只只只只只能先 先不要 動動太多好 我怕你蓋一蓋之後 那個龍就直接經過 嘿哈囉 就白補了 對我們先來養 鸚鵡螺的卵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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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求到爆欸 還好鸚鵡螺有兩個 再等一下好了 鸚鸚鸚鸚鸚鵡螺那麼小一隻喔 我剛剛放在牆壁裡面 他就放進牆壁了欸 我其實 我其實還是很好奇 那等一下等一下 我其實還是很好奇 那隻暴龍跑到那裡去 我們 再看一下好了 因為我記得 喔他在哪裡 哈囉 你自由了 那個 我是你的 養你的人 我不是你的主人 你看有水鬼 你要不要去咬水鬼啊 我突然覺得要跟他講話有點尷尬 好 我們的卵又完成了 我們再試一次 這次不要再放牆壁了 可憐的鸚鵡螺 來 我們放進去 那怎麼放才對啊 有了 欸好可愛喔 哈囉 你幹嘛 集成這樣是幹什麼 我的五齒龍應該不會咬他吧 他那麼可 我的那個龍好小喔 欸我的書本在這 我們來看一下 鸚鵡螺的百科 太快了不要動啦 有了 鸚鵡螺 沒了 就這樣 蛤 我記得我記得是 呃官網有說到 鸚鵡螺其實是一個非常 觀賞用 欸你不要推人家啦 觀賞用的那個 呃 小動物 他並不會控制 也無法被控制 然後他很容易被龍吃掉 算是非常 瀕臨絕種的一種物種 難怪你會絕種 真是可憐 可是這樣仔細看他其實還蠻 可愛的 而且移動速度有點快 你們看得到嗎 超可愛的 小小的鸚鵡螺 呵呵呵 好可愛喔 五齒龍你不要咬他啊 雖然 五齒龍已經是成年了 呵呵呵 呵呵 爆掉 啊我的碗龍在這 來碗龍 你有長大一點點欸 OK 走開喔 就 就 啊 叫你走開 叫你走開啦 喔好痛喔 我的這些裝 擋不了 我覺得我這些裝備擋不了 我覺得 要再去找一件那個 裝 有裝備的那個什麼 遺跡來打了 所以我說暴龍咧 我現在超關心他的欸 喔還在還在還在 OK 他喜歡大草原就讓他去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去太 嗑嗑些什麼 就讓他自己去就好了 其實他有一台機器很可愛 他叫做 等一下喔 他叫做氣泡製造機 這個做法也很簡單 只要精定就好了 這個機器呢 可以幫你的水煮箱 加 加泡泡 呵呵呵 可以加泡泡 我們來試試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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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把這個 放在 要放哪裡好 放這裡好了 這裡好了 嘿 堵起來馬上 這台機器呢 只需要放著就好 然後後面你給他開 紅石開關 啊 對不起啊 鸚鵡螺那個 時間又暫停了 我們要稍等一下 好我們再試一次 有了 有沒有這個 這是這個泡泡機 超可愛 鸚鵡螺你看 泡泡機 可以幫你們產泡泡了 你幹嘛 你看起來好像補月 好棒喔 給你吃 OK 這個泡泡機就是 能夠讓你的水裡面 充滿養分 那有 不是養分是是是是是 是養氣對 那我們後期如果養到一些 水屬性的 呃 呃類似 史前古代物種的話 我們就會需要用到這個泡泡機 不然的話他會淹死 對 很難想像齁 水屬性的 然後會在水裡淹死 然後你還必須要有泡泡 他才會活下去 超怪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這一集 恐怕要放生掉暴龍了 他的破壞力太強太高了 我們 沒有辦法 他頂多可能在這附近 遊蕩吧 我們來跟 我們 我們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他 跟跟跟跟暴龍說 暴龍拜拜 哈哈哈哈 暴龍拜拜 我養不起你了 你先走吧 隨便你 你想去哪就去哪 好啦 那今天就是這樣 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回見 掰掰 我們下個會 去哪個眼光 我們下個眼光 晚安 hit